大家好,我是阿貓 我们今天来讲群皮性事件的经历 在图讯上有这种经历 并且他们声称是真实事件 这次我们就来介绍 六个到一世界旅行的人的诡异体验吧 第六是时空错乱的世界 一位高中生S小姐 有一天接到她母亲的电话 说S小姐昨晚打的电话回来 说她要回家 S小姐听了她母亲的话后 坚称的不是她 因为她昨晚在家睡觉 当然S小姐在家睡觉 是她母亲也知道的 但电话里的声音确实是S小姐 然后这件事就没有下文 他们也渐渐遗忘了 接着时间来到S小姐大学毕业 开始出社会上班 某天她参加了大学同学会 同学会结束后 S小姐坐电车回家 突然电车剧烈瞭望起来 S小姐就这样昏过去了 但她似乎又很快醒来 在转车前 S小姐突然想打个电话给家里 想报个平安之类的 S小姐打电话时 她的母亲接了电话 但S小姐一瞬间觉得很恐慌 因为她的母亲那时卧病在床 那她怎么能接电话呢? 电话中的那个人 仍然说是她的母亲没错 而且她的母亲说 如果是S小姐的话 她现在应该在睡觉 这很诡异 S小姐先不想那么多 就告诉她的母亲 她正从中学会回来 电话那头的母亲 似乎也觉得奇怪 S小姐问她的母亲 病好了没有 但她的母亲回答说 我没生病啊 她听到这样的反应 更觉得搞不清楚状况了 S小姐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转程的电车到了 所以她只好先上了电车 当她坐下来时 她又再一次昏睡过去 似乎睡了大约30分钟 醒来后的S小姐到了目的地下车 再次打电话到家里 这次是S小姐的哥哥接的电话 她问她母亲怎么样了 然后她哥哥说 母亲一直在睡觉 根本没接电话 那时S小姐突然想起了 那是她高中时 母亲提到的那个奇怪的电话 或许刚才的电话 是打到过去的电话 可能过去和现在的世界 就有电话相连在一起了 S小姐昏睡时 可能一瞬间穿业的时空 接下来是第五 奇怪的转学生 有一天A君的班上 来了一个转学生 N君 N君总是默默地躺在桌上 似乎不想交朋友 这让A君也感到好奇 决定跟N君交朋友 你总是一点不开心 我很担心你 还好吗 她这样问她 被A君淡化的N君 慢慢对A君敞开心扉 但是N君不开心的原因 超出A君的想象 并不是因为转学的不适应 然后N君开始说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在转学的前一个月 N君有一天发现家里的天花板片 稍微异味了 N君拿着手电筒 进入了天花板上方 天花板上方 比N君想得要宽敞得多 N君很好奇 不断向前进 就在那时 手电筒电池耗尽 突然熄灭了 N君被留在一片漆黑中 N君在黑暗中的天花板上爬行 想找到出口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光 N君被那束光吸引过去了 N君朝着光的地方 一直爬 一直爬 到了出口一眨眼 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 他只能爬出去 听到N君这样的经历后 A君只能安慰N君 但A君就在想 他现在还来学校 所以肯定是安全回来了 但N君轻声回答说 不 我还没有离开那个城市 这也就是说 A君也是异世界的人 对A君来说 N君就是从异世界来的 接下来是第四名 异世界的两人 欧君是一名国中生 一年级学生 他在第二节课开始时 突然感到不适 去了保健室 到了保健室 欧君被检查后 躺在床上休息 休息了一会儿后 欧君感到身体状况 有所好转 就想要回到教室 但他找不到任何老师 似乎大家都外出了 那时应该是第四节课 开始前的休息时间 欧君犹豫了一下 但决定回到教室 但当他回到教室时 没有人在那里 他想着那天第四节课 应该在教室上课 可能临时改了 而且不仅如此 学校里似乎没有任何人 感觉到了异常的欧君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又开始感到不适 他再次回到 空无一人的保健室躺着 一位看起来 二十到三十岁左右 穿着白桃的男性 向他大话 这名男性说 他是来实习的老师 欧君没有太在意 决定继续躺下休息 不知道过了过久 欧君因为过于疲累 决定早退 走出保健室 去教室员室 这时一位女生生过来了 这位女生生一来 就跟欧君讲话 你遇到了谁 欧君对整个情况一头雾水 跟他讲的之前 遇到的那位白袍男子的事情 听了欧君的故事后 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抓住欧君的手臂 想把他带到教室去 欧君一头雾水地跟着他 到了教室 那里他看到了熟悉的景色 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同学们都在担心他 然后欧君看了看中 惊讶地发现 现在是第四节课 开始前的休息时间 也就是说 时间似乎倒退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 刚才遇到的那位女学生不见了 而且事后问了很多人 都说没看过那位女生 当然那位男子也是 这两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那个保健室 是通往异世界的通道 接着是前三名 第三是空无一人的世界 这是一名叫做 Anne的护士的故事 当时因为人手不足 每天工作大约18小时 然后有一天的白班工作 大约早上7点30分 Anne经常通过的通道 进入时 与往常不同的感觉 太安静了 那些是医生护士啊 也不知道为何都不在了 Anne想说去跟医师看看 但那里也没有人 即使想打电话给同班的同事 也没有信号 护士站也是空无一人的 她觉得一个人在医院 太可怕了 有点慌张的Anne 拿起内线电话的话筒 但那部电话根本无法接通 Anne一边哭 不小心掉了手机 她捡起手机 想打给她的母亲 立刻打了电话 母亲接了电话 但接通后她的母亲却说 你在做什么 因为你没去上班 医院打来了电话 但Anne还在医院 Anne与母亲谈话后疲惫坐了下来 但这时她才注意到了 手机电池掉在的地上 对 刚才掉了 但她还能打个电话给母亲 她因为恐惧而到处找人求救 跑累了 正在喘息时 她看到了一面镜子 发现她竟然看不到自己 这时她就昏倒了 当她醒来时 她站在护士站的沙发上 看来是同事把昏倒的Anne 她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同事说是有人告诉她Anne昏倒了 那不是同事发现的 但同事说那个告诉她的人是谁 她完全记不起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 Anne的手机和更衣室的个人物品 全都不见了 还有那通道的镜子 原本就不存在 接下来是第二 异世界的朋友 这是阿君在小学二年级时的经历 阿君有一位好朋友S君 那天他们在一栋老舟的公寓前玩耍 就这样玩耍时 S君突然看向了二楼的公寓 但不知为何 感觉到了二楼有些奇怪的东西 那是什么人影还是什么 S君也有看到 S君非常想去确认一下 于是S君说 我们去看看吧 并邀请阿君一起 阿君不情愿地跟着登上了外部楼梯 S君精力充沛 跑了上楼梯去了 但在阿君登到一半时 突然觉得自己身体动不了了 可能是有不应该继续前进的预感 但S君继续前进 最后消失在A君失眼中 他进去了 阿君只好等待S君回来 但S君一直没有回来 阿君不得不一个人回家了 他太害怕了 不知道能做什么 第二天去学校 S君没来上课 接下来的几天也是 阿君担心 问了同学和老师 关于S君的情况 但回答都很奇怪 大家都说不认识S君 阿君无奈地继续生活 他曾试图忘记 却无法忘记S君 之后阿君去那栋问题的公寓 但不知为何找不到路 那么就没有任何远索了 最后他想起了有合照 应该有S君的照片 阿君回家后看小学二年级时的照片 但S君不在任何照片中 S君可能去了另一个世界 阿君之所以记得S君 可能是因为他对S君的感情太强烈了 最后是第一 两次经历的板神大地震 Y先生是一个经历过板神大地震的受灾者 Y先生在家中时遭遇了那次地震 Y先生虽然幸成下来 但家人都死了 家也倒塌了 Y先生变成了孤独一人 从那天起 他一个人在避难所生活 失去了家人和家的Y先生 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感觉度日如年 有一天Y先生走出不离岸所的体育馆 发现没有人 而且之前倒塌的遗迹 似乎变成了地震前的样子 Y先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甚至他以为自己也去了那个世界 走在街上 那里的遍地商店 商店街车站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唯一不同的是 没有人 Y先生感到了害怕 但想去确认自己的家 所以决定走回去 担心地回到家 Y先生的家居然还在 而且从家里 飘来了美味的饭菜的香味 Y先生带着紧张的心情 进入了家中 笑脸迎人的母亲 迎接他回家 家里全家人都在 Y先生这才注意到 那天是1月16日 地震发生在1月17日 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前一天 发现到这一点的Y先生 拼命说服了家人 但家人当然不相信他 但Y先生没有放弃 成功在地震之前 带家人逃离的那个地方 逃过了一劫 Y先生说他不确定 这是梦还是现实 但现在他救回了家人 大家都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看来很多人都有到过 异世界的经历 共同点似乎是 空无一人的世界 如果你迷入到了一个 空无一人的世界 那可能就是异世界了 感谢你们一直收看到最后 下回见